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那投资朋友们目前为止 对于这个大盘的看法 一般是缺乏信心 那严老师愿意在这边 帮各位打打气加加油 也就是说你不要看这个大盘 从低档区 涨到目前为止的高档 上涨了1100点 那后面还是有很多的股票 它正从底部去 开始做出一个转强的动作 所以说后面有很多的股票 它会进入到所谓的主身段 它有机会做到一个倍数翻扬 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 要告诉各位 第一季 今天已经是3月16号了 第一季已经快结束了 那结束的同时 包含季底作涨 那季底作涨完毕之后 到底有哪一些股票 它会延伸到所谓的第二季 它会持续的大涨 这个也就是说选股 不选市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我的测标 这三档股票 我相信老师今天 第一天上了我们的测标 包含这个夜城 GIS的 它是做所谓的触控的商机 那可乘的部分 它是做所谓的机壳类股的话 今年的EPS 现金股利的部分的话 有机会发放10块钱 去年有机会接近赚三个股本 那245社联发科 它是属于IC这个龙头 目前为止月线的部分 已经看到所谓的黄金交叉 但是所谓的日线 跟所谓的周线的部分的话 你要留意 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样 是一个关键性的买点 我相信这三档股票在测标 只要你收看颜老师的节目 你都可以知道 你如果想验证的话 这三档股票的测标 应该在近期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都不会下下来 我希望投资朋友们来多加 来做出个验证的动作 来看一下我们目前为止 大盘的一个方向 那老师昨天跟各位讲到这个大盘 老师说这个走势有两种 一个叫破底穿投 这边跳空缺口没有跌破 直接怎么样 破底之后来做出个强拉 这个地方看成交量 那另外一种走势 你就要注意了 你的投资人最担心的 老师会不会走一个 所谓的肩头型的反转 甚至做出一个左右对称的 往上的跳空缺口 加上一个往下的跳空缺口 然后就形成一个导撞反转 那这两个答案非常极端 你如果想知道答案的人 我相信你对大盘是非常用心 那你可以利用所谓的多空阴阳线 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均线三法 来准确的做出个判别 但是严老师认为 这个地方目前为止 多头隔金没有改变 均线月线的部分还是往上走 短线上面有拉回 你真的你也不用怕 你也不用怕 那我们后面准备要布局的股票 也就是说在第一季季末 我们要开始留意 到底有哪些股票 我们可以做出个布局 等到第二季的话 这个大盘先蹲后跳 那一样是会赚到钱 但是我要先声明 这些股票老师要操作的原则 跟所谓的操作的一个波段 我希望我们最少能够赚到超过50% 我希望其中有几档股票 你买到之后 它有所谓的倍数的一个成长 倍数翻 你就原来100块的股票 它有机会涨到200块 这是严老师所希望的 那如果说你认同严老师的理念的话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为各位来介绍这几档股票 来先来看到这张重要的字卡 那这个就是说严老师对于股票市场里面 一个所谓的操作的一个重点 来做出个提示 那股票的部分的话一定要看到所谓的基本面 这个产业的一个研究包含类股 包含所谓的族群 包含所谓的营收 最重要的要回归到所谓的这个产品 它能够在市面上面能不能够成为主流 这个就是所谓的基本分析的一个重点 那季度分析的话让各位能够判别 到底是多方格局还是所谓的空方格局 多方格局做什么动作 空方格局做什么动作 盘整的形态如何完成 这是属于技术分析的 那抽码面的部分的话 注意所谓三大法 动态 那中石户的做出个买操的动作 我相信我们在之前 跟各位讲到这几档所谓的小型股 我相信老师的股票不会突然不见 但是老师要先声明 我们买所谓的中小型的股票 也是买机优的买成长的买好的股票 一定要在低档区 这个在低档区出现一个买进的讯号 一定要出现一个买进的讯号 我们才会有动作 那在这个所谓的买进的讯号 出现之前的话 能不能事先布局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你长期看老师的节目 这十几块的股票 我相信你可以买50张 买100张的人 非常多 非常多 不管你是短线操作 一根涨停板10% 还是后面的持续创新高 我相信这档股票 电子股的小型成长股的 股本16亿的股票 希望能够帮你带来所谓的财富 那第二档小型股 来注意了 富爸爸消育 这档股票是做所谓封装服务的 外资的持股比例也非常高 那具有所谓的富爸爸效益 订单的一个效益 在低档区出现第一根掌停板的同时 它已经出现所谓的落转墙的讯号 经过所谓的形态的整理 那它又出现了第二根掌停板 这个也就是说小型股的部分 你要注意标股 它是属于一个小股本的 那大家都可以来验证 我们现在要讲的这档股票 都可以来验证我们 现在要讲的这档股票 那第三档股票 那因为是会员的权益 我们也不方便在节目里面 透露太多的一个讯息 但是严老师的会员 看到老师这档图卡 他一定知道 这档股票是哪一档股票 好 来看到 这档股票的全名叫做机会难得 当时候叫你打电话进来拿 真的希望你打电话进来拿 这个不是说这档股票 老师很厉害 你一来拿资料之后 马上拉到掌停板 我们要的不是这一个 我们要的不是这一个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一根底部起掌的一根掌停板 我们要的是什么 你要去做出个布局 这个布局的动作 如果说你布局成功 你只有得到一根掌停板 我认为这个操作是失败的 我认为这个操作是失败的 严老师的看法对于这档股票 我认为 就像严老师帮他取的名字一样 他叫机会难得 机会真的非常难得 这个地方还有拉回的机会 一根掌停板以之后 他可能还有拉回的机会 你拉回你还可以上车 你拉回你还是有机会上车 当时候你还拿这份资料的同时 老师就跟你讲了 这档股票是属于第一档整理形态 这叫头肩底形态 补量上工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档股票 那基本面的消息都在这边 我们就不要再讲了 那老师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跟各位讲了 那现在是所谓的第一季季末了 3月16号了 那我希望各位投资们 你能够去布局第二季 会大涨的股票 第一季季底嘛 季底作帐 那近期的话 又会公布所谓的年报 年报跟所谓的第二季之间 它有个所谓的空窗期 这个空窗期到底会涨什么样的股票 那你要注意的 有业绩有题材的 可能会先行发动 那苹果概念股的部分 苹果新的手机的话 4.5寸还是4.2寸的部分的话 在近期 应该在这个礼拜 它会发行所谓的新机 那这是第一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的话 包含所谓的iPhone7 应该会在第二季 开始做出个备货 所以说苹果概念股里面 有几档重要的股票 也是目前为止 你要去留意到的 这个亮点所在 那我们选股的方法 在所谓的过年以后 就跟各位讲过了 猴年大吉大利 那我们现在要跟各位验证的 就是苹果概念股后面 还有没有动能 苹果概念股后面 还有没有动能 应该买什么样的苹果概念股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份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料 这份资料 你今天看到节目了 那你是有心要跟严老师验证的 有心要跟严老师验证的 你也愿意去布局的 你也愿意去有所行动的 那老师非常欢迎你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这边有所谓的三建客加国王 重点在什么地方 老师跟你讲 三建客是一个投资组合 这个国王是属于单股所单 那有些人的操作信心 喜欢说我就是想买一个投资组合 里面的股票三档以内 就是三档 这三档的话 我就是逢地来布局 我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波段操作 那单股所单的部分的话 他就认为说 这张股票发动点 我一定要掌握到 掌握到发动点之后 我要做一个大波段的 也许有机会赚五成赚一倍 那这个就是两个选择 那愿意选择三建客的 跟愿意选择国王的 我相信这个比例上面 应该选择国王的人会比较多 我们就把这张股票取名为国王 那这边有三建客有国王 你放心这些股票都不会公开了 我们在节目中绝对不会公开 但是老师讲过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了 你一定拿得到 你一定拿得到 你打电话进来 你跟我们助理讲 我要演老师的三建客 再加上国王一支 我相信老师都有交代我们的 从业人员 你人家打电话进来 你一定要给他 因为我们要开始布局了 那我们布局的同时 我们先把这份资料给你 为什么 我们希望你来验证 那我们希望你来验证 那你想跟着老师一起动作的 麻烦你带上你的简讯 来注意 第一档股票大建客 这个是120块钱到220块钱 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价差100块 它是一档所谓的集团类股的 有业绩的加持 所以这档股票的话 是我们可能第一次 要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了 那第二档股票的话 可能是270块钱以下 我们会做出个进场布局了 目标价可能会到400块 这个地方也有所谓的价差 那这档股票操作 你要注意到 它有成长性 而且它是产业的主流 这个非常重要 产业的主流 成长性 这个是一个双题材 那第三档股票有机会涨到一倍 但是还没有到 为什么 它有机会涨一倍 它是龙头的产业 它具有龙头产业的领导的地位 目前为止是属于多方格局的 你要注意到这种产业格局 你要赶快去做这个布局 它是属于IC设计的 直接点名 那国王应该比较厉害 来 国王刚好涨一倍 150块钱以下 可以去做出个进场布局 300块钱以上 你可以做出一个停力的动作 好 这档股票你要看成长 跟所谓的展望 但是它是属于特殊产业的 它是属于特殊产业的 今年的话这个美元嘛 墙涨 好 那第一季 会不会有汇兑的收益 如果第一季没有的话 会不会延到第二季 所以说这档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特殊产业的 以出口做导向的 目前为止加入到 中国大陆的商机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三件客 再加上国王一支 好 国王的话是给单股锁单的 老师说过了 老师秉持了诚信的原则 你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这份重要资料 你直接跟我们助理 来做出个索取 但是名额有限 名额有限 以后这份资料 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开 绝对不会公开 你今天要索取的话 就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我们就献前面 十位投资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 你一定拿得到 好 那现在 来 看到了 这个三千客家国王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拨打我们的电话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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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珠 不好 千金可买早知道 跟对人 你也可以早知道 拨打头顾严老师 顶级追踪VIP 买一送六八 拨打头顾严老师 即刻起现实回馈 一六八 最加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拨打头顾 严格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言与风筹 积极代表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误息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内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义友 变成五质股转线 人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大家好 我是诈骗集团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我是怎么配你的钱 赵贝贝 你涉及的洗钱案 必须先把账户的钱 交给我们监管 赶快把钱汇进来 想从那里撒撒家吗 我们游戏点数 都来传给我 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啊 其实我还有一个结招 请您用自动提款机 来解除分级付款的设定 这样才不会连续 十二期被扣款 钱读赛 你以为我会做的吗 一六五款诈骗 才请关心您的钱 本来是关心您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大盘金金涨 那目前为止 看对趋势的人 应该都赚到第一桶金 那赚完第一桶金以后 那我们现在要准备赚第二桶金 那你走对了一步 下一步的话你要更加的一个谨慎 这个大盘到底会不会涨 我相信看对趋势的人 他会赚到大钱 野老师有没有看对趋势 我相信我是一路看多 我不会去看空 因为股票市场里面 涨的机会占七成 下跌的时候只有占三成 而且多头的格局 它是属于一个 它是属于一个还涨集叠 什么叫做还涨集叠 这边要走多方的时候 走多方的时候 走的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中间的回档 你看到没有 这边一个大黑K 这边也是一个黑K 这个黑K看起来非常显眼 但是你诊断来看的话 几乎都是红K棒 也就是说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开高走高 都是所谓的红K棒 这个非常明显 这是你赚第一桶金你赚到 那你现在要赚第二桶金 这技术分析方面的话 你就要非常熟练 这个地方走势有两种 破底穿头补量上弓 第一种 第二种 对称所谓的导状反转往下 这个地方也是要出现 所谓的卖出的讯号 所以说这个讯号的判别 我相信不是困难度那么大 只要跟上专业的岩老师 老师会帮助各位 恢复你对股票市场的信心 那接下来我们来验证几档股票 测标都有写 叶成 FGIS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FGIS 中文名称叫叶成 有些年纪比较大的 他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第二档股票叫可成 做机壳类股 第三档股票 他叫做联发科 那为什么会挑选这三档股票 他们都具有所谓的代表性 GIS是触控的 那可成的话 他是做所谓机壳的 联发科 他是做所谓IC设计的 好来 先验证这档股票 来 代号 6456的FGIS 今天创新高 严老师之前就跟你讲过了 低档布局嘛 创高以后 这个地方走形态的整理 那很多的人 在形态整理的时候 就下车了 以至于今天是创高了 他就说老师啊 好 这边为什么要洗盘啊 不要洗 直接上去不是很好吗 股票不洗的话 直接上去的话 跟你讲有个隐忧啊 上去的时候卖压非常重 所以说 不管是拉回修正 不管是横盘整理 一切都是为了 这档股票 他都要有上工的机会 好 今天是补量上工 那老师啊 你这基础分析到底懂不懂啊 那懂不懂就不要讲 我们来验证一下 明天这档股票还会被创新高 我们来验证一下嘛 代号6456的FGIS 明天还会被创新高 今年的EPS数字还没有出来 去年全年赚4块8 前三季公布已经赚3块7了 这个第四季公布的话 这个数字应该接近7块 但是新品的部分啊 苹果新品的部分 触控的商机啊 老师今天要讲的一个叫红夏恋 红夏恋 我相信这个题材你都知道了 红夏恋 红夏恋对于这档股票 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做触控的两家 一个TPK TPK今天股价修正啊 6456的FGIS 今天股价创新高了 之前也有帮你比较过了 那这个订单 有没有转移的一个效益啊 你要想一下哦 来订单 订单会不会转到它 你看以后的消息会不会出来啦 老师也不是很清楚 今天股价创新高 有买的应该都赚钱哦 但是老师要先跟你讲的 我们要赚是赚大钱 我们今天不是来赚这个 老师今天很强耶 今天JS很强耶 它是往上涨耶 今天总共涨了多少 7% 7%多啦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啦 来 这张字卡你很熟啦 熟到不能再熟了 跟着老师念一次好了 来 主动举证是有机电 老师你常常讲 讲的好像还蛮溜的 买对主得等于赚钱啦 你今天验证到了 股价创新高 再创波段新高 你不要说老师 我没有赚到钱 要凭良心啦 老师啊 这张股票我跟你讲 从低档去83块钱 涨到126块钱 老师都要算好啊 短线上面涨了66% 你敢买的 你可能只有赚这66%吗 现在红夏恋 近期应该要定案哦 苹果新机在这个礼拜 包含iPhone7 这两个双题材 再加上红夏恋 会不会成为主流哦 你要想一下哦 老师要跟你验证 明天这两个股票 还会不会创新高 今天补量上工 好来 创新高 我们要赚的不是 创新高的钱啦 我们要赚是 后面还会再大涨啦 247次的可乘 老师今天一样 再创波段新高 创新高的股票 应该会赚钱吧 应该会吧 老师623的旺席 还会不会涨 这叫旺席啦 低档去布局啦 你要去做布局的动作 老师一直跟你讲 你要布局 你一定要布局 你如果不布局的话 这个财富啊 跟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4966的普对 来 有没有创新高 有啦哦 还在秀吗 在秀也是跟你讲 你低档去要去买啊 你低档去都不买 你说老师啊 他会不会长太快了 老师这个是不是主流啊 你现在知道了嘛 这个是不是主流 是嘛 没错哦 这叫主流哦 那我后面操作的重心啊 老师必须要 事先跟你讲 好我们不要事后 用马后报的啦 好我们就事先讲 来 247次的可乘 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不是现在叫你去动作啦 之前就叫你去动作 这个低档区为什么不动作呢 218块钱 220块钱以下 你可以去动作啊 今天的创新高涨到286了啊 股价从200块钱涨到286啊 涨得太多吗 不会啦 不到三成啦 不到三成啦 我们要赚了 绝对不止这三成啦 我们是要赚大条的啦 低档要不要买嘛 还有人过年前不敢买 过年后拼命买 老师啊 到底还会不会涨 连这张图卡都跟你讲了 三脚收链末端 补量上工 有没有持续大涨 有没有持续大涨 有没有跟你公布说 我们是怎么样操作的 有啦 持续跟你讲了哦 你都很清楚哦 简讯麻烦各位 你要去做出个保密的动作 二零四九上瘾 来 股价 要不要买 低档区你要不要买 要啦哦 回到从前你应该会去做动作 不要老师活在后悔嘛 低档区你不敢买 老师常常跟你讲 你低档区你就是要勇于布局啊 要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老师后面还有什么股票会大涨 会大涨的股票在老师手里 在老师手里 我先讲哦 猴年啊 希望你大吉大利啊 我们先来锁定苹果概念股 先锁定苹果概念股里面 几档股票两档 那包含业细成长 法人投信在买方的 我们也锁定了两档 一共是四档 四档的股票在哪里 在我们的三建客家国王 老师先讲哦 苹果概念股锁定两档 来 业细成长 法人投信在买方的 也锁定两档 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 把它合并成这份资料 现在是3月16号 我们就已经开始要布局 第二季的成长股了 所以说三建客三档股票 加上我们一档 单股锁单的 叫做国王的 国王的话 它是做所谓的特殊产业 这个必须要讲一下 你要单股锁单的话 你就直接看到这档股票 叫国王 那包含所谓的集团业绩成长 包含所谓成长的主流股 包含IC设计的龙头 还有包含所谓的成长 加上所谓展望家的 我们帮各位都设定好了 希望每一档股票 你都能够跟上我们的脚步 你都能够跟我们同步的 来做出一个低档布局 能够成为赢家 今天如果说你希望成为赢家 那你今天这通电话 前面十位的 麻烦一定要拨通 我们助理 一定会在电话机前面等各位 来三建客加国王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前十位 直接跟我们助理 来做出个索取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吹几天啊 请几天啊 无分之 无分之 不保 千金可买早知道 跟对人 你也可以早知道 运达头顾严老师 顶级追荣VIP 买一送六八 运达头顾严老师 即刻请限时回馈168 速加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严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贩散公司 扣执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股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并避免股制股呈现 02 27810909 27810909 老公 要再找房子了 对啊 不然等投资客来看下 咱们就永远要变成无科包 别担心 报纸上说 房地合一课税新制 要实施了 以后投资并要交很多税呢 房地合一 105年1月日起 不动产的交易 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税制 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总价值 来计算所得 课真所得税 房价就不会再再炒作了 房地合一新税制 居住正义新时代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一千元体验空间